第二個我解釋結構的地方 你出一個直拳 好好好 然後那個 你先好了 你先來幫他壓 你來壓這隻手 你幫他壓 好 來 他這手沒有完全到標準中間上 你手這樣子 兩隻腳平行站好 平行張開一點點 隨便站好 這個 兩隻手並起來伸起來 一定是等腰三角形 這是人的結構 所以呢 當這個手掌放掉以後 這個手掌一定就是在這個中線上 兩點的平分線上 所延伸出來的這個中線 過去 我告訴你 我挑了這個姿勢 不要打擾 你就不要動 你不要管人家怎麼推 你就維持這個中線 不要動就對了 好 來 退 你一定會倒 你一定會倒 因為你馬步沒有力 他練得比你強 我只是要你維持住這個中線 你不用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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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你這樣就幫不了 來 好 你們兩個彼此的感覺 跟沒有調子前的感覺 他會比較難推 你會比較好發 有沒有感覺到 對 這個是利用結構 那你沒有辦法 因為他就是練功的 他本來就練功的 他的上下再怎麼練 他的手比你的力量大開 所以你不用灰心 我只是看你 我就說你一定會倒 因為你的下方完全沒有 可是呢 你只要維持住這個 因為霧術不是死 一個死個人 有可能就死定在這邊 你這個結構不行 會變你的功夫 這個就是不會有效 好 那所以呢 他小念頭呢 練了兩個中線 第一個是自己本身的中線 好 這個中線抓出來之後 再來 第二個中線呢 就是 小念頭是 只有上半身的 從你的腰 到 這個 喉嚨的地方 這個地方 差不多去 這個地方 做一個中間 這個中間呢 的延伸出去 如果說這是一個 問手結構的話呢 從這邊這個點 這邊這個點 中心點 這個中心點 是由 本身自身的 垂直的中線 跟橫的中線 交會 的一個點 這個實際點 延伸出去 把你的手 開手 擺在這邊 這個時候 穩定度是最好 這個時候的穩定度 就是最好 它包含了幾個中線 第一個 我剛剛講的這個穩定線 第一個 直中線 橫中線 穩定線 還有呢 延伸出去的公子線 所以它有四個中線在這裡 基本它有四個中線在這裡 那 整個小念頭做的動作呢 都是為了穩定這個中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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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低到三線 那詠春呢 初期呢 也是穩定這四條線 第一個 手不要變直 讓你來一下 來 來 第四條 這個穩定線 這個問手問出來以後 我跟他接觸的這個點 就是第五條中線 什麼意思呢 一旦我的手 來 引進來 一旦他的力量 這是一個 來 停 這是一個標準線 我這個做標準線在這邊 你出力 一旦出過標準線了以後 表示我的安全度已經受到脅迫 剛剛 我不是要你們做這個練習 來 出 來 二 三 為什麼 停 為什麼 我說你不要帶什麼 打不到你 因為這個標準線呢 我的標準線有沒有穩定到 有 他的攻擊線還沒有超過我的標準 這一定安全的 可是呢 他在上步 你在上步 上步 這時候一定壓破到 因為呢 我的安全線在這邊 他一上步出來 換小步 你要習慣上 換小步 是不是一定超過這個標準線 所以呢 當他一上步的時候 我一定要退 或者呢 上步的時候 我一定要轉 你懂嗎 所以 你練小念頭 練出來 除了手法的穩定 再來就是 敵對時候 對敵時候 對敵時候的一個安全標準 簡單來說 小念頭就是 練出你 自身的安全範圍 安全法度 安全機構 他還不是最玩的 但是他是最安全的 我們現在不要把自己的圈 掌成最玩的 都會有聲音 掌這個不會 他是最安全的方法 你懂嗎 所以小念頭 為什麼在泳城球 很重要 因為你做好小念頭的動作 基本上呢 你可以保護自己 同時你可以放棄 你可以攻擊他 你可以保護自己 可以放棄 就是這個樣子